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提及涉华议题 就涉港 涉疆 台湾 涉海等问题 对中方蓄意污蔑 干涉中国内政 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耗量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前形势下 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 践行真正的多变主义 而不应基于小圈子搞集团政治 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 打压不同发展模式 更不应混淆是非 转嫁责任 美国病了 病得不轻 七国集团还是给美国 把把脉 开要方吧